我觉得我对你还是挺在乎的 你还记得那次给你过生日吗 我那么精心准备 你也特别感动对不对 的确我的那些行为习惯 有可能是应该改一改 可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我是真的挺喜欢你 而且心里是在乎你的 而且我毕竟是有可能是 因为初恋 我不知道我的方式 有可能让你接受不了 毕竟你都谈过几次恋爱了 可是我是一个新手 你必要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自己去改变 你说的那些我也愿意去改变 我想请你好好想想 我不想跟你分 我也没说你有多大的毛病 可能只是这些生活的小习惯 如果你多在乎我一些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谢谢两位啊 请回来 好了我们就看了这么一段恋情 来请关门男生觉得女生 不太重视她的感受 我觉得这种交流方式 其实挺好的是 我不憋着 我觉得你不重视我的感受 我就告诉你 我们找一个地方来 听听大家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这种改变 其实是互相互动的一个结果 不是一个单方面 说谁改谁就要改的 谢谢 甚至 Honey 那小花童有请 哎 谢谢 真矫情你 哎姑娘 矫情一回啊 让它跪啊 我们要感谢 保湿护护领先品牌 要保湿一杯湿 纯的爱放心爱 一杯湿 纯净面膜 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谢谢 你 好 谢谢 谢谢 好 请亮灯吧 谢谢两位 请回 在爱里等着你 我相信随着女生越来越成熟 对爱情生活越来越了解 可能她会发现这段爱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慢慢处着吧 因为还年轻嘛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一辈试爱情保鲜剂 来 网友向托老师提问说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 但尤其是这两年 我老公总是出去喝酒应酬 每次都带着一身酒气 到凌晨才回来 而且她上次跟朋友去旅游 都没带上我 她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久了 烦了 你了 我要怎样增加我们之间 所以在某些情况之下 太习惯拥有她本来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动一动 或者学习 或者是运动 或者是旅游 要始终保持最新的精神面貌 才能够保持在对方面前 长久的人格魅力 好